哎,大家都到了 哎,这个特别好吃,我也觉得好吃 哎,你怎么能坐这儿呢,赶快起来 这可是主座,是专门留给娜娜做的 凭什么她能做,我就不能做 咱们这次同学聚会就是娜娜组织的 而且你不知道吧 听说娜娜找了个特别有钱的老公 好像是姜氏集团的总裁 什么,姜氏集团 姜氏居然敢被人招小骚 老远就听见在说什么姜氏集团 下来五块结婚的消息,大家都知道了呀 哎呀,娜娜来了 快来快来,这么给你留的主座 哎,这么多年没见到的,还是一点都没变样 这个包,怎么这么演出 天哪娜娜,这是今年LV的新款吧 刚上市你就买了 哎呀,我家那位非要送我 家里的包都快放不下了 哎呀,还是娜娜有福气 自己优秀就算了,找老公还这么优秀 哎,娜娜 你老公怎么没来 不会是这样的人吧 列月月啊,这么多年了 你怎么还是这么不会说话 我老公可不像你一样闲 他在开会呢,一会儿就来 他最好真的敢来 这个人是谁呀,你怎么才来 哎呀,我这不开会吗 对不起啊,宝贝 来,给你带的道歉 谢谢老公 哇 我太喜欢了 哇 那个是迪奥的新款哎 好像是新量的 哎 这个包怎么跟月月的包 一模一样啊 有些人啊,打肿脸臭胖子 为了装有钱人,连假包都背 你说谁的包是假的 我看你那个才是假的吧 我老公,姜氏集团的总裁 什么包买不起 倒是你,连工作都没有 哪来的谁要买包 你 这些奢侈品每个后面都是有独立编码的 这真是假,咱们验一下不就知道了 验就验,谁怕谁 哎,老婆,咱不给她一般见识 凭什么,背假包她还有脸了 哎,娜娜的包是真的 怎么可能是真的 假的 没想到林月月是这么爱慕虚荣的人 就是 服装了吧 这下露出真面目了 什么东西啊 敢跟我用一样的 你干什么 你这包是假的 估计里边的东西也是假的 廉价的人就要用廉价的东西 认清自己的身份 别天天做白鱼梦 我看是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 姜总 他是姜总 老公 这是怎么回事 王主管 你招待人 你来解释 是 你一个司机 还敢冒充董裁 你竟然还敢把董裁送你夫人的东西 私自用假货换走 你是不是疯了 姜总 夫人 是 是 是他 都是他干不去说天天跟我要奢侈品 我没办法才这么做的 姜总 夫人 你们就饶了我吧 我我我一直让他还回来 你 别人背过的东西啊我也不想要 这样吧 你们偷了多少东西 原价还回来 我也就不报价 没钱你装什么大款呀 这些包加起来好几十万呢 还不是因为你这个搬家娘们 你赔就你赔 你赔 还是 还有 为了封好我老婆 我放弃了几千万的贷款 这个账也得算在你头上 走啊走啊上了上了 连我跟你说多少次了 不准在家里打游戏啊 哎呀这不在家打方便吗 真是 还有家里不准抽烟 要抽滚出去 不是 嫂子最近怎么这么暴躁 我觉得她以前不是很温柔吗 你最近怎么了啊 天天跟吃枪药一样 不知为何 你帮的脾气越来越差 李昂 去把洗衣机里的衣服晾一下 难打呀 李昂 哎呀太好了 上上上 耳朵不好就去医院制 别天天在家装聋作牙 捧个手机玩游戏 晾衣服去 你干嘛呀我睡的正香呢 说好今天跟我妈吃饭 结果现在还在睡觉 不能改到晚上再吃吗 我上班上了一整个周了 好不容易到周末了 我睡会儿觉怎么了 哎 现在清醒了吗 你今天要是赶出这个门就别回来了 不是你能不能别闹了 我去公司有工作 我那个方案明天开会要用的 你去吧 你要是敢去 我就把门的密码改了 你能不能讲点道理 我是去工作 我不是去干什么坏事 我还就不讲理了 不信你试试 哎 神经病 我为什么变成这样 你不清楚吗 我清楚什么 你自己管理不好自己的情绪 你怎么还怨别人 还真就怨你 李啊 我给你商量个事吧 以后能不能不在家抽烟啊 那我在外边不能抽 回自己家还不能抽了 不是 你也知道我有哮喘 你以后走两步去阳台呗 我凭什么去阳台 那你嫌弃你去阳台啊 借回去 我回来了 什么味啊 你这水都烧干了 怪不得有股糊味呢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你要是记不住就定个闹钟呀 要不然这样多危险 这次幸亏我回来得及时 要不然 你烦不烦了老大道 要不是因为你下班回来 我你给我说饭 我至于自己煮旁边吧 我的光圈 每一瞬间都很重 那跑过去的周年 是孤独的人生 林音哥哥 谢谢你昨天晚上帮我搬家 今天晚上请你吃饭吧 你懂不懂尊重别人隐私 你不是说你昨晚加班去了吗 那我加完班 我不能去帮同事忙吗 那你应该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毕竟是女同事 万一以后有什么误会 就是因为你这样 我才能告诉我 这非一身一鬼的同事 你跟我解释清楚了 我就不会一身一鬼了 我对不起 在这公司 以前我总是不理解 为什么有一些女性 在家庭中那么容易歇斯底里 现在我明白了 那是因为她们每次的沟通和商量 换来她只有无事和敷衍 那你总不说人家有的人 从牌恋爱到结婚人 都一时分温柔容 她们温柔 那是因为她们身边的人 能够带给她们温柔 而像你这种人 根本就不配为温柔对待 你想要温柔 滚出去 你说什么 滚 没有女人天生就是任性和暴躁的 是你日复一日的无事和敷衍 把她逼成了这样 我们分手吧 不是你又犯的什么病啊 你直接嫌我服也没耐心 我也就认了 但最近我对你够好了吗 这是我爸妈特意给你买的 为了给你买这个 把她那边整个城区都 她们之前不是看不上我不喜欢我 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了 男朋友每次突如其来的好 都是因为犯的错 对了 今天又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 你怎么突然想着带我出来吃饭呀 你之前不是说一直想吃这家餐厅吗 那家餐厅我给你提过多少次 每次你都敷衍我说不带我去 那怎么那天就突然带我去了呢 去也不行不去也不行 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是我没事找事 还是你在别的女生吃过之后觉得愧对于我 才带我去的 这次又带我朋友来了 他也一直快 我洗好了 你快去吧 好 上次你带我去的那家餐厅 真的很好吃 这次又带我朋友来了 他也一直夸呢 好吃就去 以后带你去打开更多好吃的店 不是 我那就是个普通的同事 我们一块吃个饭 我是觉得好吃 我才带你去吃的 你能不能别想这么多 那交房租那次呢 这个月房租赚给你了 你怎么突然赚我房租啊 你不是最近手头不宽裕吗 那也不能一直让你交 正好我这个月发了点两天 所以就我来交吧这次 还没事 反正你交我交不都一样吗 都是咱俩的钱 来吃饭吧 我交房租年不乐意了 用两千块钱换十万块钱 你当然愿意了 诶 张国文吗 那个理财 这个月的收益怎么还没到账啊 哦 你还不知道吗 您男朋友说几用钱 就把钱都取出来了 十万他全提了 那大部分都是我的钱 你们也不问我一下 因为当时是您俩共同买入 而且您男朋友也知道密码 你瞒着我把钱全都提出来了 哦 对啊 我妈突然生病了 急用钱我才提出来了 不过你放心 这个钱我一定会还你的 到时候我就马上给你存回去 啊 那好吧 我说你怎么突然这么大方 每次都这样 平时对我不耐烦不搭理 但只要犯了错 就会稍微对我好一点 你以为你装的很好吗 不是 我之前不都给你解释过了吗 别骗我了 儿子 我跟你说啊 你就说这房子关去全都 无用 但我自己先拿着极致就提 这钱自然而然都不败了 不太好吗 那有什么不可以的 你表哥家不就是这么干的吗 爸爸妈又不是小钱 你自己就不心疼啊 那真真能同意吗 上次你扣着借你表弟那十万块钱 你随意慌慌他就不接见了 老师说点好听的 都结婚了 他也不能不同意 也不能放不住 就是 行 我听你 这次也一样 你只不过是彩礼骗过去之后 随便买点东西 来减轻自己的愧疚罢了 我不需要你这种虚伪的好心 我虚伪 我已经够好的了 起码我还愿意补成补成 哼 你出去打听打听 现在多少人连装都不愿意装 别强思夺理了 你分手吧 这个房子一直是我在交房租 今天晚上收拾好东西 滚出去 珍珍 还有 那十万块钱一分不少的还给我 别逼我报警 滚 有些人突如其来的对你好 并不是真的想对你好 他只是想用这种方式 来减轻自己的愧疚感罢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